一个男人在树林里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狼 他将它背了数小时 直到能够找到一位兽医 但没有人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迪米特里住在阿拉斯加的一个小农村 他在这个小镇出生并度过了整个童年 拥有非常幸福的童年 经常有他的父母 带着这个小男孩走进周围的森林 在那里漫步数小时 当他和父母在一起时 迪米特里最喜欢的事情之一是追踪难以捉摸的狼 这位小男孩会花鼠小时追踪野生狼的踪迹 只为一睹这些雄伟生物的风采 由于某种原因 迪米特里认为他们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动物之一 随着男孩长大 他在树林里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减少了 但他对森林的热爱从未减少 每天晚上 他都会听狼对着月亮嚎叫 并微笑着回忆起他在树林中的所有冒险 最终 当迪米特里长大到足够的年龄时 他决定去上大学 以便能够找到一份薪水丰厚的工作 正是在那里 他遇到了埃尔西 一位与他在同一所大学学习的年轻女性 两人立即被彼此吸引 不久之后就开始约会 大学毕业后 这两位年轻人搬回了迪米特里的故乡 不久之后 埃尔西和迪米特里结婚 并迅速迎来了两个可爱的儿子 名叫杰克和托马斯 迪米特里喜欢和儿子们一起做的活动之一 是像父母曾经和他一样 待他们在森林中散步 一个冬天的日子 迪米特里 现年十二岁的杰克和九岁的托马斯 正在探索雪覆盖的树林 欣赏纯白的雪 突然间 他们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 听起来像是一种嚎叫 但发出这种声音的动物 显然在痛苦中 迪米特里告诉儿子们 站在他身后 他们一同悄悄靠近声音的方向 当他们从树木中走出 来到一个小空地时 三个男孩突然停住了 在空地中央 有一只年轻的狼 看起来像是刚刚脱离青少年期 但迪米特里最注意到的是 这只可怜的狼的脚 被卡在了一个猎人设置的陷阱中 这只动物发出痛苦的声音 让迪米特里心碎 他慢慢靠近这只动物 但当他开始对他咆哮时 停了下来 男人轻声与狼交谈 悄悄地靠近 最终 他靠近到足以抚摸这只生物的毛发 同时安抚着他 告诉他他只是想要帮助他 狼停止了咆哮 开始舔迪米特里的手 显然感觉到这个人 并不想伤害他 安抚下来的犬类允许迪米特里 查看陷阱 幸运的是 这是一个简单的陷阱 踩上去时会加紧 但动物明显受伤了 迪米特里担心狼可能有断掌的危险 告诉儿子们站在一边 迪米特里做了一些相当危险的事情 他打开了陷阱 释放了狼的脚 然而 一旦生物获得自由 他并没有像人想象的那样立即逃走 相反 狼继续躺在那个地方可怜得哼哼 迪米特里开始感到非常担忧 明白 他不能让这只年轻的狼 在受伤时独自生存 这位善良的男人 做了他唯一能想到的事情 他把狼抱了起来 托马斯和杰克对他们父亲的 所作所为感到震惊 他们难道不知道 这只动物可能一咬之下 就能咬伤它吗 尽管存在危险 迪米特里决心帮助他 他告诉儿子们 他们都需要回家 这样他就可以把狼 送到兽医那里 令人惊讶的是 这只狼在迪米特里的 抱着中保持相当安静 而这位男人在数小时的行走后 终于和托马斯 杰克以及狼一同 从森林中走了出来 迪米特里确保他的儿子们 安全回家 然后迅速赶往最近的兽医 在为如此长时间携带这只沉重的动物 而喘不过气来的努力中 迪米特里感激地将它放在兽医的检查室里 兽医对刚进入他诊所的这只动物感到惊讶 检查起狼的身体来时有些小心翼翼 毕竟他们以危险的捕食者而著称 但迪米特里坚持要求兽医检查狼的爪子 确保一切都没问题 兽医同意了 并仔细评估了爪子 在整个过程中 迪米特里对狼说着温和而亲切的话 让他平静下来 让他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 最终兽医告诉迪米特里 狼的爪子受了伤 但并没有骨折 可以放回野外 但为什么我释放它 使它看起来如此无精打采呢 担心的迪米特里问兽医 兽医告诉迪米特里 这只动物可能在陷阱中被困了几天 严重脱水和饥饿 只要给予一些食物和水 它就应该能够恢复 并安全返回树林 迪米特里感谢了兽医 并告诉他 他会在这个晚上照看这只狼 一回到家 这位好心的男人 把狼留在车库里 同时给了他一些食物和水 尽管这个生物 到目前为止对他很友好 他仍然知道 他在任何时候 都可能伤害他或他的家人 在看到他们的父亲之后 杰克和托马斯问他狼 是否没事 迪米特里微笑着 告诉他们 经过休息后 他会没事的 在上床睡觉之前 两个年轻的男孩探头进车库 迅速瞥了一眼狼 对他的美丽感到惊讶 第二天 狼感觉好多了 迪米特里将其视为一个好兆头 表明他在森林里会没事 这位男人和他的两个儿子打开车库 从一个安全的距离观察着 这只犬类小心翼翼的朝外走去 尽管狼谨谨慎地消失在树丛中 但在消失之前 他转身好像是在感谢迪米特里的帮助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这只雌性狼经常出现在迪米特里家附近 就在树林的边缘 就好像他还不想离开一样 但迪米特里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天狼不在那里 这让杰克和托马斯担心 由于他们的父亲在工作 他们知道不应该独自进入树林 但他们担心狼发生了什么事情 于是两个年轻的男孩冒险 独自进入了森林 走了一段时间后 杰克和托马斯意识到狼的踪迹消失了 更糟糕的是 当他们转身回家时 两个男孩发现自己不知道回家的路了 害怕被困在寒冷的冬季森林中 两兄弟四处走动试图找回家的路 但随着太阳逐渐吸尘 夜幕开始降临 对这两个年轻男孩来说情况 看起来不太妙 害怕的杰克和托马斯坐在一根树干上 聚在一起取暖 就在他们即将放弃回家的希望时 杰克注意到 从树木中有两只明亮的眼睛盯着他 他愣住了 是什么在看着他 他是否危险 他应该怎么办 所有这些问题 在年轻男孩的脑海中飞速穿梭 但就在那时 眼睛靠近了 杰克能够看清一只年轻的雌性狼 正是迪米特里曾经救过的那只 杰克轻声呼唤动物靠近 并让他闻一闻他的手 确定了男孩的身份后 狼的尾巴开始微微摇摆 他舔了舔杰克的手 然后轻轻地推了推他和托马斯 一旦狼引起了男孩的注意 他就开始穿过树木 不时停下来 确保两个孩子在跟随 大约三十分钟后 杰克和托马斯能够看到一点光亮 还能听到他们的母亲和父亲呼唤他们 高兴地回家后 两个男孩冲进了父母 安心地怀抱 在拥抱了儿子们之后 迪米特里抬头看着树线 看到雌性狼正在注视着这个家庭的团聚 这位男子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惊讶 狼通过引导他们回家 救了他的儿子们 迪米特里轻声感谢这只狼 他似乎点了点头 然后再次消失在树林中 不知何故 迪米特里知道他们 不会再见到这只年轻的狼 但他永远不会忘记他 为他和他的家庭所做的惊人之事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物种之间的美丽时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